《不真空论》 《不真空论》里面有一句话 如果你根气很利的人 一句话就截断你的生死之流 这句话叫做万物自虚啊 不用除妄 妄法本来就是虚妄的 但是你还不能坏掉延期的妄法 是叫你无所著作 不是叫你断灭哦 这几天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有一个老修行 自己觉得大悟见性了 结果喝酒、跳舞、什么都来 问师父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你大悟见性的人 更重视戒利 更重视因果 没有放荡荡的身口意 而说他开悟见性 开什么玩笑 在礼仪大悟见性 在事项不可坏缘起啊 是不是 所以这句话说万物自虚 万法本来他的就是空 比如说你看一个人 有一个人 可是你X光一照 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叫我们 参参观白骨观 你看有一个人 事实上没有这个人 在威士学有个专有的名词 就是众生于痴 看到相视镜 把它当作真实镜 完了 这个叫做无名 了解万法执着的镜 知道它是虚妄的镜 这是智慧 所以佛法简单 看得破吗 放得下吗 能如如不动吗 就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就是很难 所以我妈我常常跟她讲说 你不要生气啦 你也讲到 因为有时候啊 年岁大了 请人家来照顾 对不对 他贪两三万块 困几名 我背起来上厕所 他都要再在困 我就说 阿妈你不要生气了啦 人家也是人 对不对 他一直生气起来 我有什么办法吗 讲得很好 他只是不会讲 业力控制不住 这个比较专有名词 意思就是他一直自己生气起来 控制不住啦 一个叫做惯性意识 没有办法 所以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六道轮回 就是惯性意识 控制不住 你不想来轮回都没有办法 这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对不对 接下来 万物自虚 不用处 办法自如 禅 力处皆真 万法皆假相 但是当地疾控就是真相 但是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真相 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无名相 真不可住着 无所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